那我们是台大神机系严炳狼教授的实验室 我们是属于国科会底下的计划 然后我们这次展示的主题是 人机协作的手术机器人 那我们手术机器人用的场域是 在做肾脏以及肝脏的肿瘤穿刺手术 那肿瘤穿刺手术呢 它其实是算一个微创手术 那微创手术的好处就在于 它的帮病患开的伤口比较小 那所以病患在复原的时候 它的复原期不需要那么长 那而且因为在做手术的时候 是由机器人来帮助医师一起做协作手术 那其实医师在操作的时候 也不会过度的疲劳 然后产生一些人为的疏失 那所以这个就是人机协作机器人 它主要的一个好处这样子 然后在我们的系统 这次有加入深层式AI 这是我们这次的特色 那深层式AI它的使用方式就是 我们会加入事前帮病患拍摄CT影像 那CT影像以及一些器官的位置参数 会一同汇入给我们的AI系统 那AI系统接收到之后呢 会帮助我们预测出手术的路径规划 医生可以再由他平常手术的临床经验 然后去选择一条他觉得最适合的路径 那这个路径是不会干涉到病患皮肤底下一些重要的器官 以及血管神经等等的 然后等医生确认好要下针的路径之后 就可以让机器移动到我们理想的竞针的位置 然后机器就会自动的做穿刺手术这样子 谢谢